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凌,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清扬,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百二十四集 当然可以,那就在院子外面走一走吧 现在雪月停了,你穿后一点 汤红恩让刘芬把防雪防水的皮靴子穿上 陪自己在村里转一转 家里真的挺多人的 刘芬自己也觉得,说话好像是不太方便 换了衣服和鞋子和汤红恩一起出门 他就不想想 他要是和汤红恩在村里转了一圈 这事儿啊,基本就成了铁案 说他和汤红恩没关系,村里人不会信 村里的土狗都觉得是侮辱他智商 我妈这是,唐市长怎么如此奸诈 夏少兰对此很有意见,于奶奶拦住他 你还能试试替你妈做主啊 安心在家等着,去摆弄下电视 咱还没有评到 这个理由很强大 晚上重新做了一些凉菜 还包了饺子,蒸了包子 就等着电视机弄好 一块坐下来看看春晚 小王说了 两台电视是借的 夏小兰就觉得没啥压力 要不然这礼物太贵重了 汤红恩可是拿工资的 两台彩电得大几千块 哪能收这么重的理啊 再说,他和家里人就在家里住几天 放两台电视机在乡下干啥 等着生锈坏掉啊 刘永家在省城租房子 本来就有电视机 于奶奶和他妈妈也用不上 两人都要一起去京城的 等于奶奶这边一去京城 舅妈李凤梅就退掉之前租的 桶子楼宿舍 改租于奶奶家 这都是大家商量好的事 不住人的房子老化得特别快 在于奶奶家的房子住着 当然比B字的桶子楼舒服啊 这个解决办法双方都挺满意 电视机一片雪花 刘永带着竹竿回来 小王找的师傅 在调试电视机天线 把竹竿竖在屋檐下 一根线从屋里牵出来 顺着竹竿高过房顶 因为不把天线顶高 根本接收不到信号 呲啦呲啦的杂音 终于屏幕一闪后 出现了人影 舅舅 有频道了 有频道 也是只有几个中央台和省台 他们还需要去调试 刘永家那台彩电的天线 春晚还没开始 刘子涛已经守在电视机前 不肯离开了 这两天发生的事 他似懂非懂的 就知道田小燕特别可恶 田小燕他爸爸 想和小姑结婚 刘子涛对此表示反对 他爸要打人的 那要当他小姑父 会不会连他小兰姐 连他也一块打呀 刘子涛忧心忡忡啊 夏小兰再三和他保证 这事不会发生 刘子涛依然不放心 也不出门和村里的小伙伴 放鞭炮了 害怕遇到田小燕和他弟弟 姐 她又是跪在我面前 我说啥呀 一个膝盖软 动不动就下跪的田小燕 不仅让夏小兰等人发愁 才上小学二年级的刘子涛 也吓坏了 这种事完全超出了 刘子涛的认知范围 夏小兰见他守在电视机前 硬生生把他往后拖 涛涛坐椅子上看 离电视机太近 你会变近视眼的 刘子涛对夏小兰的话 向来言听计从 他在家里看电视 李凤梅都管不了 却听夏小兰的 夏了几天雪 到处都是白茫茫的 枯草被冻成了冰棱子 刘芬是没心思欣赏雪景的 他甚至察觉不到冷 刚走出来没一会儿 汤红文就觉得 自己这个提议太蠢了 雪停了 可外面还是很冷啊 要说换个地方吧 刘芬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 一戳就散 汤红文只能把自己的注意力 放到旁边的人身上 尽量去忽略那种冷 走得够远了 村子都快转一圈了 刘芬还是没能开口 汤红文就从被动到主动 你想和我谈什么 我今天的行为 确实比较冒失 但那种情况下 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如果让你感到不舒服 你去告诉我 办法是很多的 汤红文选择这种高调的做法 当然也有自己的考量 他这种人 对于自己的情绪变化 是很敏感的 对刘芬同志的想法 不知因何而起 既然有了异样的心思 汤红文就在考虑 两人在一起的可能性 他对刘芬个人很欣赏 这是基础 刘芬的家人比较好相处 特别是夏小兰 他也渐渐当成是自己侄女儿在疼 亲戚关系简单 只有一个大哥刘勇比较亲密 刘勇的办事风格 刘芬文也理解 这人呢 有点能力 也比刘芬油滑很多 但还不至于太贪心 知道分寸 完全不考虑现实 让刘芬文再进入第二段婚姻 自然不可能 但他要考虑的现实 不是刘芬的户口 不是刘芬的工作 不是他的家世能否带来助力 就是和这个女人相处 让他感到轻松 让他会有期待感 结合刘洪文的年纪和职务 一见钟情那种 属于矛头小伙子的激烈情感 不太可能发生 涓涓溪流的好感 一点一滴 倒是在慢慢累积 他还想再等一等的 他和刘芬认识得再久一点 刘芬同志不觉得突兀了 在捅破窗户纸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本来是新年问候的电话 于奶奶接过电话一说 唐洪恩几乎在一瞬间就做了决定 他得过来一趟 这件事夏小兰和刘勇能搞定 但他需要过来一趟 这种想法很冲动 不理智 完全是矛头小伙才会做的 到了七景村后的事 在唐洪恩预料中 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但具体怎么说 同样是捅破窗户纸 说话的内容 却是临时变的 那显然给村里人造成了震撼 却也太过直白 吓到了刘芬 刘芬的个子不高 唐洪恩身高中等 他一低头 刘芬正好抬头 和唐洪恩的视线状上 刘芬比较慌 感激肯定很感激 要不他也不会心甘情愿 给唐洪恩做饭 别人给的一点点好 刘芬都恨不得以时被回报 本质上 他和夏小兰是同类 两人都有过压抑的生活 不过夏小兰更尖锐 刘芬很温和 于奶奶对他好 他就对于奶奶更好 这种好 刘芬还得起 但唐洪恩的好 怎么还呢 刘芬能照顾于奶奶 替于奶奶扫街 监督于奶奶吃药 可汤洪恩 位高权重的 什么都不缺 一直以来 都是汤洪恩对刘家人照顾 汤洪恩说 以结婚为目的交往 刘芬害怕 害怕啥呢 他害怕 不能报答汤市长就算了 还要厚着脸皮贴上去 耽误汤市长的婚姻 这件事不对 对不起 我不能答应你 我们下期见 一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